歡迎所有有線電視的嘉倫觀眾 收聽我們王牌節目《怪談》 《怪談》這一輯以降頭做主題 所以我們的名字叫《落你降頭》 明明根本不是落你們降頭 而是落我降頭 我懷疑我被他們的攝製組 落了個降叫不鏽鋼 你看我多肥 我開玩笑而已 依然是我就是梁師傅 今晚的師傅就是張心芬師傅 師傅 你好 你好 藝儀是新系列跟我拍檔的 就是我們美女王寶寶的寶寶 你好 Hello 如果大家有任何靈異的經歷 記得打來183121和我們分享 這次全程攝製隊去到金三角 緬甸泰北一帶去尋找降頭之謎 我想問寶寶你們找到甚麼降頭 拍了甚麼降頭 我們有近朵降 晴降 釘降 牛皮降 鬼降 和絲降 是 把降頭真實的一面帶給觀眾 上個禮拜大家也有看到 降頭絲原來大家都會鬥降 他們的鬥降是怎樣 兩邊就鬥 輸了那個就要死 我想問張心芬師傅 那些死了 他們是一個鬼壇 會不會日後在那個鬼壇有很多鬼 通常都會 比如說有些下茅山的壇 其實師傅都會養了很多鬼 如果他沒有特別交代那些徒弟 譬如他自己突然之間離開 師傅走過一撒那 他控制所有鬼的能力 就是那一瞬間之間就沒有了 變成那些東西 就全都在壇上走來走去 所以變成那些壇就會特別猛鬼 而今晚黃寶寶就會去到鬼壇裏面 希望能夠拍到鬼壇那些鬼給大家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終於說一句 黃寶寶去完今次回來 他很大聲地說 他相信有鬼了 是olenks 藝人 斗鋼是鋼頭詩之間 比事和挑釁的慣常手法 利用靈力咒語 派顯靈體一蹴生死 勝者為皇自然升價十倍 戰敗一方就會被對方靈體入侵 重傷套血九死一生 怪談攝製隊 泰國法科超師傅 以及主持黃寶寶 透過製片的協助 穿梭緬甸泰北 尋找兜綱神秘一面 紀經轉節 我們在泰北微塞 廟無人煙的山邊 找到一個荒廢破舊的鬼壇 不久之前 一個降頭師就在裡面兜綱慘死 黃寶寶身負重任 背上攝影器材 準備單獨一個人留在裡面 嘗試感應驗證一下 到底降頭師的靈體 或者用來落降頭的靈體 會不會真的特別兇惡 電筒會不會留給我 電筒不會留的 蛤 好… 那我們先出去 我不會鎖門的 有什麼大聲我們會衝進來 好 好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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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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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小心 好 好 好 太國警察 怎麼還不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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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二十分鐘之後 超師傅和攝影師 終於被押送到當地警署 由於警方和他們進行問話 我們都不敢妄動 等機會再入來了解 不過去到這一刻 在鬼壇裡面的黃寶寶 其實依然一無所知 攝製隊不想拍攝半途二揮 並沒有即時通知他 打算縮短他感應的時間 就盡快會合超師傅 珍惜 現在看看你 到時不給我一個 天啊 到時不給我一個 敲燕 靠燕 天啊 有意义 有意义 不要 我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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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天啊 心中那邊 整個阻停 要睡了 要睡 要睡 好 沒事… 好… 在這個時間才停止 我想問寶寶發生甚麼事 其實之後發生的事 到現在都是我一生人最不會忘記的事 之後再繼續看 好 也回來告訴你 終於相信有鬼了 大家家庭觀眾 其實過往我們拍了《怪談》這麼多年 我們的攝製隊被人抓的 也不是第一次 所以我們極具危險性的工作 希望拍到最好的東西給觀眾看 你問張新芬師傅 有些人說他們這些叫巫師 他們雖然是收音法 他們死了就會變成惡鬼 沒錯 變成惡鬼 即是變成鬼王 你介不介意問一件事 如果你們是修法之人 你們如果真的死了 那你們會做甚麼 希望找到一個土地做 找到一個土地 是 土地就是有修法過的一些人 人 然後走了之下 過往生之後就會去做土地 是 有機會 所以他們有法力 例如看著那間屋 看著那個走廊 看著那個大廈 或者再大能量一點的 就看著那個區 是的 即是有些人 如果你是拜土地的話 因為你有法力 你們也可以幫他 等於你們生前一樣 可以幫人 沒錯 我猜不到 深芬師傅死了之後 想做土地 你告訴我 你在哪裏做土地 好 我在那裏拜你 謝謝 好 稍後回來就會繼續怪談 好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我們怪談 落你降頭 那記得如果任何有 仁義的經歷 或者想問一下 深芬師傅的問題 記得帶來 1831121 和我們分享 今次我邀請嘉年觀眾 和深芬師傅 看看黃寶寶 她回來之後 終於相信有鬼 她在鬼壇裡 她有三個很不同的過程 大家留意一下 究竟她見到鬼的時候 是發生了些甚麼 馬上帶大家去看 叫士 在這裡 好 給我 好 開車 開車 就在黃寶寶進行感應期間 超師傅和攝影師 被泰國警察 押送警署調查 資料搜集員和製片 即時緊隨其後 決定和警員了解 事後警員和製片透露 作出拘捕的原因 除了因為治安差 攔車截劫的案件已經非常多 他們更加深信 降頭屍死後 已經變成惡靈 攝製隊不請自來 很容易會招致攻擊 唯有拉走我們 在警察個人立場來說 亦不想惹禍上心 沒有人輸入 進去的就是違法 所以就… 有危險 所以就… 就被拖 好 好 好 沒事… 好… 我… hip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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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快點去看看什麼事 快 阿翔… 手握住她 阿翔… 阿翔 小心點 不要 阿翔… 快點去那邊 放鬆點 放鬆點 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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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沒事了…放鬆點 放鬆 沒事… 沒事了 沒事了 好了, 沒事… 辛苦了, 慢慢休息 我們先出去吧 謝謝我 我去扶你 我去扶你, 沒事的 我去扶你 你先坐 你先坐 坐 我去扶你 辛苦了…不要休息太快了 對了, 黃叔 沒事了 拜託你們不要扶我 在裡面 就是這樣 不怕, 仔細姐 和你練了機器 沒事了 沒事了 好…放鬆點 好…放鬆點… 待會我們會幫你 靜靜一下身體 是啊 沒事了, 以後見不到 黃寶寶的神智接近完全失控 體力非常大 直至她平靜之後 嘗試問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但黃寶寶也不肯說半句 到底是沒有任何記憶 還是不敢勾起這段恐怖回憶呢 最後, 大家終於回合 超師傅和攝影師順利釋放 超師傅幫寶寶進行過靜身法治 就收隊回酒店休息 等待第二天的挑戰 好… 今天真的不知道說了什麼 本來我要說回今天發生的事 不過我真的不太想 我不想再說在我發生過的事 即是不太想說 已經是…今晚我在想 我今晚已經睡不著 不太想自己一個人的房間 不過沒辦法 整個哭的那些人都是男生 嗯… Gotta suck it up in it 嗯… I feel really tired at the moment I feel really weak I feel really tired I feel really tired 只是想睡覺 I feel really tired at the moment I feel really tired at the moment I feel really tired at the moment tym三角色 I feel really tired at the moment 先說什麼 首先想說本身的房子是… 因為現在看了一段影片 就發現其實是很光亮的 不是的,其實是黑暗暗的 對,其實黑暗暗 那是夜視鏡 家庭觀眾要知道是七黑一片 是… 即是根本手指都看不到 對,所以我全靠我手裡的鏡頭 那個夜視鏡 我才知道可以看到發生了什麼事 那第一… 第一下我站在這裡 就是聽到很多聲音 很多風聲 我首先想看看旁邊左右有什麼 才決定走哪一邊 那第一間房子 進了第一間房子 就是鋼頭師鬥鋼的房子 那裡第一下 害怕的那一刻 就是因為感覺到有東西摸我的頭髮 摸你的頭髮 就是有東西摸我的頭髮 之後離開了那間房子 就進了另一間房子 旁邊那間房子 那間房子 進去很專心地看有什麼 那時候 就聽到有一把聲 唸了一些… 我不清楚是說什麼 不過類似一些咒語 或者有些… 有些字的東西 是… 所以我們家庭觀眾看到 就是你定了格 是… 你其實在聽她說話 是 然後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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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就知道有些什麼 不過那一刻 就… 感覺到有些東西捉住了我的腳 喔… 你後期… 你見到你站定就是被人捉住的腳 是,感覺到有… 一樣東西捉住我的腳 有隻手捉住我的腳 然後之後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即是有幾隻手捉住我的腳 嗯… 捉住我的腳 然後之後… 已經是… 害怕得不知道怎麼給甚麼反應 然後之後就感覺到有東西捉住我的臉 喔… 哇… 整個程度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稍後張心芬師傅就會解釋給大家聽 稍後見 好,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怪談落你降頭》 剛才實在拍攝大家也看到了 黃寶寶進去的鬼壇裡 完全感受到… 不可以說是靈體 簡直是降頭師 死了降頭師出現 是… 但剛才你又開始看到有東西捉住 是… 你還發生一些事 沒錯,感覺到有東西捉住 我已經是害怕了 我想走了 怎知道門是開了 是… 那一刻不斷扮門 都沒有人理會我 那時候是看到通屋都是些… 我不會說… 是有點像人 不過有些像蜘蛛 即是那些手手腳很長的人 而且是皮膚來的 沒有穿衣服的東西 嗯… 很多嗎 是,很多 整間屋都是… 是,沒錯 然後我爬到我那裡 那我已經是… 哭了 已經很害怕 嗯… 你現在想起 你自己都開始覺得… 有恐怖的感覺 我想問張新芬師傅 他看到所有的這些… 譬如白色… 我首先逐樣問 白色的說有皮膚 那些好像人但不是人的 那些手腳很長的那些… 那些蜘蛛… 類似人形的蜘蛛物體 是甚麼來的呢 這種是很大的機會 就會是… 那些鋼頭師曾經幫人落過鋼頭 而那些人枉死的一些靈體 哦… 對,收到那個壇那裡 是… 變成出了一個效果就是… 因為他們死… 每一種人死的方法都不同的時候 那他們的形態不會讓他們看到 是很真實的一個什麼樣子 那有機會就是說 譬如人家搭人的情況 是… 然後他會看到有些特別手長 或者甚至乎是… 沒有了衣服 又或者是… 有某些顏色 他甚麼都會看到 是那一刻 是… 平時呢 即是深深大師經常去捉鬼 或者即是 你用你們的法門去捉鬼 你剛才看到 即是黃寶寶 他有三個的情形 是 你以你的角度看 其實他是遇到甚麼事 他是遇到一些極度恐慌 令你很害怕的一些畫面 完全進入了他的意識界 入了他的意識界 是的 並非是完全是眼睛看到的 其實所謂我們經常說 見鬼呢 不是真的那個鬼在你面前 其實他做了一些幻象 去影響你的思維 影響你見到的東西 令你恐懼 當你恐懼的時候 你會做出很多一些異常的行為 就正正因為你做一些異常的行為 有機會在這一刻 你失常的嘛 失常的 比如說像小朋友一樣 一害怕 三魂七八都不齊 就可以出去 他就趁這個時間 進入你的身體 會有機會 其實我們平時說 見鬼不是我們眼見鬼 是我們的意識界 看到鬼 沒錯 所以其實寶寶 你現在明白嗎 就是你的意識界 所以你回來 你不太願意再說 因為我又不想慢 因為之後還要繼續拍攝 我有臉影響到拍攝 我臉影響到拍攝 我臉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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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影響到 安科芬原來在極度恐慌 和身體受傷的時候 它就會釋放在身體上 而這種物質就好像 有一種麻醉的感覺 令你好像沒有了意識 又或者覺得你沒有痛了 當然我講得難怪 譬如說 劏開了肚子 被人劈開 他不會覺得痛 你知道他完全可以看到自己不痛嗎 那一刻 那一刻不痛 因為他的身體 釋放了這種安科芬 令到他 好像是麻啡的作用 令到他整個人靜止 以及不再知道痛 極度恐慌都會出現 可能你那一刻 極度恐慌就是釋放了這個叫做安科芬 所以令到你有意識界 你突然去了 不是今天去到這個意識界 你不想再去了 是嗎 是 好了 也就是大家學會一件事 我們身體裡 會有一件事 不自覺地好像自我麻醉 極度恐慌和極度痛楚 好了 調到旁邊 有很多家庭觀眾等著 跟我們分享靈異經歷 我們有蕭女士 蕭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 蕭女士 我們有心心大師 和黃寶寶在這裡 你有甚麼想跟我們分享 是 想說回 其實我覺得 我家裡 有一些東西在我家裡 那 不如這樣 你現在是否在家裡打給我們 是 是 那你不要說鬼字了 你說有些東西我們就明白了 因為他會聽到的 嗯 是 其實話說來 都起碼半年左右了 那 那 我一開始也以為 可能我去年過了一生的爸爸 會來探望我們 但感覺到不是那回事 譬如說 我女兒 因為我女兒的房間是直到尾 而我的房間是在前一點的左邊 我經常有時候會覺得 有一股閒的很大的風 會通過我的背部 進了我女兒的房間 嗯 而我女兒 有時候她的房間 就給了她自己的讀書 給我睡覺 試過她有時候半夜三家叫我 叫我 叫我媽媽媽媽 我就不管了 我就衝過去 看什麼事 她就被她壓 嗯 然後 也發覺 經常有些影像在我家裡 經常走來走去 然後我也試過 早上的時候 或者我拉上臉去睡覺 我感覺到 一股力量撞過來我床邊 我當時 因為我也想看看是什麼事 我現在就 擺開張皮 我想問是什麼事撞我 再加上 我女兒又問她的問題 她說她擋住她 已經是第二次了 一到天黑的時候 有時候我女兒放學很累 你知道現在讀書也很累 對嗎 有時候她黃昏六點多 我還沒下班 她睡著了 她又去 背她 這樣 然後我問我女兒 有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過 之前 她就說 之前試過在樓下公園 跟我去過女同學聊天 看到高原位的彈簧 被人搖來搖去玩 給小朋友 她說 看到那些動作 她說她不以為意 她說她不以為意 但是 然後 我也試過近來 她回家的時候 我打開門 我看到她後面 有個灰色的影 大約五尺七、八尺 在她後面 那我就不出聲 我就自己開門 讓她進來 我就自己丟著門口 來染回門 其實我告訴你一邊說 我看到張心芬師傅 她已經拿了旗門遁甲盤 給你開了 她也很細聲 我身邊說 她說在你家中 現在跟著你女兒回家 是一個男人 是一個男人 是 是 也是因為 你的女兒在公園玩的時候 不自覺地 就帶了她回家 所以她現在 一直都在你家 這樣 你還有沒有問題 要問 如果你沒有的話 我就叫張心芬師傅 教你怎樣做 喂 是 想問你一點點 我想問一下 你家裡那個 你說從廳到尾 你女房間 走廊是否很長 是 是 很長的 那你走廊有沒有燈 走廊 平時沒有開的 但發現到這件事之後 我就安裝了 我就轉了白燈 我現在全家裡用了白燈 轉白燈 但你的走廊有多少盞燈 有兩盞燈 號碼不對 嗯 嗯 不好意思 其實我是開一盞燈 是 即是你走廊只有一盞燈 是的 號碼也不對 嗯 號碼也不對 沒錯 是 你要安裝的不是安裝一盞 兩盞 你現在這個情況 你要安裝的是安裝四盞 嗯 安裝四盞燈 沒錯 是 安裝四盞是白燈還是黃燈 你應該安裝黃燈 你應該安裝黃燈 沒錯 應該黃燈 立即明天去 轉燈泡 轉燈泡 還有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的家裡 除了你之外 還有沒有男人在你家裡 沒有 就是我們單親的 是 有不會是這樣 是 但因為我剛才 在你的電話後面 聽到一個男人說話 是 你有沒有開電視 關上電視機了 嗯 好 那他可以怎樣做呢 好 好 首先第一件事 你逢親一到夜晚黑 我們說的夜晚是五點鐘之後 開始計 一五點鐘開始 無論你還是你小朋友回家 第一件事 你走廊燈一定要全部亮 嗯 好 可以的 全屋有多少燈你都盡量亮 他現在可以亮光 可以嗎 可以 現在馬上亮光 最好是 因為你這間的陰氣太重了 重得很重要 嗯 好 另外 未來的日子 你的小朋友 你給他一些平安符 去帶著在身 或者別人說 那些觀音卡 那些開了光的 帶著在身 好 好 每一次 每一日 回到家之前 無論是你 或者是小朋友 在家門外 嗯 嗯 你找一隻左腳 扔了幾下 才回到家 好 記住 左腳 扔了幾下 在外面扔了才回到家 對 噢 噢 你容納兩眼燈 那我何來 不是啊 我教你 安裝一條管 可以四個燈泡 那些 哦 安裝一條管 就四個燈泡 嗯 稍後回來 我們深深大師 再會聽到大家的電話 稍後見 好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 我們《怪談》 《落你降頭》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靈異經歷的話 記得打來 1831121 跟我們分享 那深深師傅 我想問一下 剛才的家庭觀眾 就說 她的小朋友 在公園裡玩 就帶了一個 靈體 對 靈體回家 那我想問 為什麼可以帶回家 因為靈體 知道有人見不到她 噢 是的 因為其實這樣說 很多時候靈體 會盡她的方法 做一些事情 讓我們知道她的存在 希望有人去幫她 或者幫她說一些事情 或者去宵夜給她 是的 那當一旦 譬如某個地方 突然之間 譬如剛才她說公園 有一個搖搖板 動的時候 剛巧有個小朋友 或者大人 甚至乎 看一看 為什麼有個東西動的 那就是說 那一刻 你告訴靈體 你有機會知道她的存在 那她就會切辦法 就是跟著你 然後給一些訊息 告訴你 希望你幫她 是的 所以就跟了她回家 沒錯 那我想問 那個走廊的四盞燈 是否每個人都可以用 還是她才可以用 長走廊最好 就是用四盞燈 長走廊 是的 因為有些走廊 真的房間很多 就變得很長 對 長走廊最好用四盞燈 因為有四盞燈 其實比較安全 對 沒錯 如果你害怕 你再加到六盞燈 也可以 這些數都是比較安全 四和六 沒錯 好 當然在電話旁邊 有很多家庭公司 我們在等著 跟我們分享靈異經歷 電話旁邊有張小姐 張小姐你好 是 張小姐你好 是 是 我們有深深師傅 和黃寶寶在這裡 你有什麼靈異經歷 跟我們分享 沒有 因為我早三四年前 你繼續說 你說沒有我就會收線 你繼續說 7月14日 7月14日 我很晚回家 我住公屋那些 我有兩隻狗 我開了一道木門 開了一道住宅 我跟兩隻狗在那裡說 我未入屋的 我在門口的 你繼續說 對 他兩個就在那裡吠 他兩隻狗就在那裡吠 那突然間 因為我 如果出一些計 起碼有五、六間屋 才到我們 突然間有一個 很快的阿婆 在我耳邊說 不要那麼吵 但這個阿婆不是你家人 不是… 是… 是… 對了 那我… 我就立刻 因為我有觀音 那些貿易 那… 向著門口 我就立刻開木門 嗯 對了 但是事事之後 我的運程 確認那些 很漂亮 就很差了 很差 張女士 你馬上關掉你的電視機 我知道 多謝你 在看我們做直播 但是因為 延遲了聲音 會影響你說話 你現在關掉電視機 我回來就教你怎麼做 你先關掉電視機 先關掉電視機 那些聲音就說 不要吵 但是這聲音 就不是她家人 是一個阿婆說 就說不要吵 之後呢 她就發生 她一直的運氣都很差 那我想她相信她問 應該是有鬼入了屋 那就運程差 那張小姐 現在呢 深深師傅 幫你開了個盤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 請了鬼入屋了 嗯 張小姐 你不算是請了鬼入屋 嗯 不是 因為我單屋又有 嗯 觀音啊 嗯 嗯 就是很多 你家裡請了一個神位去到 是嗎 是 那我告訴你 請神位都未必一定百分之百安全 OK 除非你真的正式開光 做好的儀式 這樣才會百分之百安全 但是在這個盤裡看呢 你沒有請到一個鬼入屋 嗯 純粹是因為你自己的個人運程差 而遇到在農曆七月十四 你遲回家 然後就剛好有個靈體走過 而你兩隻狗仔寶貝呢 就騷擾到人 是 人家現在給了一個警告你 那並非你家屋有鬼 嗯 聽到嗎 你家屋沒有鬼 不過呢 就是因為那些叫做 遊魂野鬼路過而已 絕對沒事的 不需要那麼擔心 我沒有 有什麼辦法 因為我現在都是 年初一十五 那些聖山齋的 嗯 是 即是想問一下 深深師傅 怎樣運氣好一點 怎樣運氣好一點 是嗎 食齋一件事 你自己本身 你個人現在這段時間 運氣下差的 那一來你食齋 二來你要做多些善事 是 另外你反正吃開齋了 麻煩你得閒 初一十五的時間 你燒多些往生咒 往生前這些 或者抄經做一些功德 可以幫到你交運程 燒往生咒嗎 去醫治店買 是 是 即是去 去醫治店買 醫治店買 可以買的了 是 好 好嗎 因為我們有很多電話在等 接下來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我是梁思浩 有黃寶寶和深深師傅 你有甚麼靈異經歷想跟我們分享 李小姐 你好 你好 你要快點說吧 李小姐你有甚麼想跟我們分享 不要緊 我也很快 媽媽在家裡 經常見到那個有影 我就見不到 我就想知道 家裡是否真的有這個存在 你媽媽在家裡見到有影 是啊 但她說那個影是怎樣的 對不起 已經聽不到 她說見到那個影是怎樣的 好像一些LEGO的公仔樣 LEGO的公仔樣 是甚麼顏色 她告訴我 我去看 我又不見有 是 這樣嗎 你媽媽一年紀幾歲 62 你有沒有考慮幫她配眼鏡呢 是 我配了很多 配了很多 是嗎 是 即是她真的視力是OK 我不知道是一個幻覺 還是真的有東西 所以就問一下 好 你問問師傅 師傅麻煩你 是 你媽媽除了看到影外 有沒有其他事發生 應該就沒有了 也沒有甚麼特別的事 不過她經常不舒服的意思 OK 那個是你家家臣 雖然聽不清楚 你家家臣 做事 你告訴你媽媽 那個不是鬼 是你家過世的家人 是你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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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清明 從養 多祕回自己的先人 嗯 告訴媽媽 不用擔心 好嗎 好 電話旁邊 有很多家庭觀眾 在等著電話 其中我想問一下一件事 剛才有一個故事 有個女士說 她有兩隻狗 就是看到鬼 因為我朋友 在外活動物協會 領養了兩隻糖狗回來 黑色的糖狗 她是住村屋的 她無緣無故有一天 看到兩隻狗就看著前面 真的好像有人入屋一樣 一直吠 那種吠法 你發覺跟平時不同的聲音 是低一點和害怕一點的 悲鳴聲 悲鳴聲 那些聲音 她很害怕 她就馬上打給師傅 我想告訴大家 她打給師傅就問她 家裡有沒有飯 吃剩的冷飯 拿水和水混合那些冷飯 把整碗飯放到外面 水飯 給水飯 她說 這樣就不會進你屋 我想問為什麼 給她一些東西吃 給她一些甜頭 讓她只顧著吃飯的時候 你關門進屋 她就忘記要做的事 這個原來是防止鬼進屋的方法 就是狗知道在外面 是有的了 是來了的 她說水不能夠熱 一定有冷水 冷水 但就找家裡的飯 或是碗 然後就放在外面 因為鬼是吃冷的東西 牠們不吃熱的東西 是 那牠吃了一碗水飯 牠就走了 即是就會過路 沒錯 但是算不上一種功德呢 又或者會不會算是 你遇到鬼 不想牠入屋的方法呢 兩樣都是 亦都是功德 亦都是可以阻止了一些鬼 進入你家裡 牠只顧著 因為牠們其實不是容易吃到飯 只有這個方法可以令牠吃到飯 鬼不是我們就這樣 人餓一吃就飽 牠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做到這件事 當牠很不容易見到這件事的時候 牠直接把牠的集中注意力 過了去那裡的時候 牠不會記得的 即是 即是 千萬要放在屋外面 對 不要放在屋內 不要放在屋內 要印牠進來 牠們一進到你屋 一定要放在屋外面 沒錯 當然多謝深深大師教我們 如果遇到鬼 應該怎樣做 也多謝黃寶寶 這次以身示鋼 下星期 我們會有另一種鋼頭的介紹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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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再見